我做這個峰子醫師 人家說我認為對我來說是一種承擔 怎麼說 因為我沒有病識感 你如果說一件事 人家說你這次做得好 你繼續做 你到最後你會覺得這很快樂的事 在我沒有到難度去之前 我本來都在林口長哥 我真的不曉得離島的病人有那麼辛苦 一直到義大醫院之後 那時候的第二年第三年 然後我遇到一個病人 就是莊助育女女士 她來讓我開刀 因為她的關節脊椎都有問題 那一般開關節開脊椎至少要住個五六天 這位女士呢 這個歐巴桑 她三天就跟我說她要出獄 我說歐巴桑你才會吃什麼 我如果不回去煮飯 很多碼頭工人 沒有辦法吃到便宜的飯 然後我非常驚訝 我說為什麼 我才慢慢知道這個故事 她就是因為她兒子 事業非常緊張 那麼她給她媽媽七個房子 她媽媽把這七個房子全部賣掉 她就是去幫助這些窮人 碼頭工人 你只要給我十塊錢 我讓你吃到吧 飯菜湯隨便你打 我那時候震撼 我覺得這世界上有這樣的人 真的愛心到這樣 你如果做一個行業 你如果說 我就吃頭髮而已 我吃頭髮 我就時間到下班了 我不跟董作說是我的職業 這樣其實你吃這個頭髮到最後很沒了解 你會覺得說 哇 你就拿了幾家人 拚到要死 你覺得說 這樣來說是不 不划算 你會想要去做更輕鬆的意思 但是 你如果把這個東西 動作你的轉捏 不算是一樣 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要做好 這樣你才會覺得 對中去賠 這樣就有些人想要去做這個 比較辛苦的 內外負而擠 你像急診醫生 急診醫生 如果你急診一個人 他不可能說 我時間給我照顧 他會給你叫我好 直接叫他盡心盡力 這就叫做專業 我跟你說的 有年輕醫生的聽到 就是說 還要進一步 你要動作什麼 自業 我們的立志的志 我們的志氣 你覺得這個東西 要做 重要性就是說 我的希望不是要給北南負 我的房子 但是更多的傷害 加助這個病毒 你要他的隱私 要他的安全 甚至你的參與公共政策 我們政府很多部門 防止這些傷害的發生 你不要想說 做這件事好像五人在做 我經常在說 像說 人家在說 我說 剛才你60歲 結果你的白裂都自己寫 寫得很熟 開刀 好 開了一半 我還在那裡打字打白裂 這做到九歲 就這樣 年輕人做得好 我說不是 兩件事 第一 年輕醫生開刀 對你開刀 他會疼到 你在他很疼的時候 你看 你要一個一個字打字 你要把你的手術紀錄銷 你做一個榜樣 第二件事 我們學生也同學科 你沒有希望 或是自己的學生 看不下去 所以你做事 不是你給別人看 你給學生看 你給你的學生也看 你做的地方在別人看 會對你去留心 我沒有辦法說 我們站在高處 看人家痛苦 運動一種 不可能 你如果看人家痛苦 你慈心當然就是 我們要走來那個地方 幫忙 所以這是個個性 有很多人說我笑的 你說很多人不要瘋子醫生 人家說我做到這樣 因為我 像我做這個瘋子醫師 人家說 我認為對我來說 是一種參戰 怎麼說 因為我沒有病室感 你知道 你如果說一件事 人家說你做得很好 你繼續做 你到最後 你會覺得 很快樂的事情 因為你一定要達到 你希望達到的境界 我心目中影響 其實就是 德瑞莎少年 德瑞莎少年 他以前在印度 在服務的時候 他把這些服務 都要捐線 他還沒錢 他就到諾貝爾 諾貝爾獎的時候 他去領獎 聽人家說 欸 會不會我們要晚宴 一兩個幾百個美金 他說拜託 是不是取消晚宴 你把那些錢 讓印度 算起來 就是說 他的觀念怎麼說 你不是把多餘的捐線出來 你要把你本來所有的捐一部分出來 這對我應用之道 想要說 我以前做足底醫師 1990年開始 我每個月薪水都切一棒出來 我說 我現在一定要切一棒 以想 要做這些事情 我就是怎麼說 我們不是要做 物質的慾望 會像我們躺在病院裡面 我便宜的時候 我想說 像這個 我這都國賞 又沒到台灣 台灣人很好啊 我不用用很高級的東西 我每個月想說 一半關鍵 一半關鍵 所以到後來你會覺得 物質的慾望越舊就對了 你對病人的福利 越實在 人家感到很感興 結果我也是想到很開心 人家很開心 人家很開心啊 病人 他會給你感謝 他覺得 很好的 以前一個報告寫 我叫做 紅包醫師 內容是什麼 我專門送病人紅包的 我看我算起來 我來看 都說 沒關係 這個送給你 就算檢討這麼好的制度 我們也是要支付的十分之一 有的人問這個錢 他就沒吃飯錢而已 所以我們做這件事 就是說 政府給我們這裡的教養 讓我們黨人可以做的錢 我們用一個角度 回饋給社會 回饋給人 當初對我們憂恩的人 改良 可以照顧家做事 所以 年輕的意思 你一定會覺得 我應該做到輕鬆比較好 但是我跟你說 輕鬆 大家做 你買的東西比較好看 你看你做輕鬆的科 很聰明的人都去做這個科 做做了之後 現在大家要課工科 你就要行銷 你就要一些費用 甚至要跟別人說 嘴很甜 跟他說一些 讓他很相信他 問題是 你把人家做的料 不說很好 你的 自己會做什麼 但是有的人說 我要輕鬆 以前說我要來選上 X光科 核子醫學科 那時候剛剛好 現在不一定 我想說 現在都AI人工智慧 AI人工智慧 在很多 X光片 CDMRI的判讀 甚至比人還準 這個時候你看 最近國內 反而找不到什麼 找不到X光科 跟病理科 跟核子醫學科醫師 為什麼 因為你們可以被機器取代 那以前大家不喜歡走的外科 反而現在覺得 還可以 雖然有達文西 達文西還是要人操作 所以 時代在變化 如果我們年輕醫師覺得說 我現在選擇 對我是輕鬆的 你以後未必輕鬆 比較重要的是 選擇 你可以當做你的志願 你覺得做這個太假蛋 這個假蛋不是你錢 我跟大家分享 我們大家說 哇我來買一個東西 哇很鬆快 我要直接跑車 很鬆快 很快樂 那種快樂你怎麼知道 你的笑容要怎麼看 你要拿手機 拿給他自拍到看 你還有一個鏡子啊 什麼樣的快樂 不用鏡子 不用手自拍 病人的快樂 你看別人在笑的是怎樣 你 你直接那個感覺就是 很鬆快 所以我跟年輕的醫師 也鼓勵就是說 你要聽你自己心裡講話 想做的事情 有好的老師跟著學 不管你做什麼 可是其實都有好的結果 那如果太功利取向的話 你認為那是你唯一的取向 我認為到後來 其實你會面對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跟競爭 而且在夜深人靜的時候 你沒有真正想得到快樂 因為這種快樂 跟付出的快樂 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會鼓勵 沒有任何一個科是不好的科 什麼科都是 都是值得去做 但是 如果你是出發點是為了 我要比較健壯的 我要多賺錢 可能這樣以後 我相信 直接在我最愛的 可能 要快樂的感覺 那我也謝謝在在